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五月二十八 星期四 五月也快過完了 我們在這裡 在家裡面防疫 在家裡面上班 也兩個月有了 要超過兩個月了 十一個禮拜了 那我們繼續在這裡 我相信也是很好的機會 利用這個時間 希望你平常沒有 沒有每天讀經的人 就有這機會也能夠讀經 你也慢慢希望你發現 其實養成一個好的習慣 你就慢慢 覺得沒有那麼難 每天就讀一段經文 那我希望這個以賽亞書 有成為你的一些幫助 我們今天看三十六章 三十六章是以賽亞自己 等於算是 記述文 記錄下來的一張 或者其實是三十六到三十八 這邊這幾張裡面 三十九 給你看了一下他們 當時的背景 他們當時的情形 那為什麼以賽亞 有這麼多的預言 為什麼跟這些國家這麼有關聯 因為他們國家就面對著很大的問題 西西迦王十四年 第一節說 亞術王 西拿基利上來攻擊 猶大的一切兼顧城 將成攻取 這個亞術王呢 就是尼尼韦王 就是尼尼韦來的 那要是當時約拿 不聽話 跑走 然後不傳福音呢 然後 這個尼尼韦就毀掉了 也就不會有今天亞術的這個問題 你才知道為什麼約拿想跑 他幹嘛要幫敵人 可是不論如何 這是上帝的心意 他們尼尼龍當時悔改了 許多年後他們回來 攻擊猶大 一切的兼顧城將成攻取 你就看到 北國以王 南國 所有的城 也都被攻取 只剩下耶路撒冷 亞術王從拉吉拆遣 拉伯沙基率領大軍 往耶路撒冷 到西西迦王那裡去 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溝旁 在漂布地的大陸上 於是希勒家的兒子 家宰伊利亞進 並書記 社伯納和亞薩的兒子 使官約亞出來見 拉伯沙基 他的那個 使者 拉伯沙基對他們說 你們去告訴西西迦說 亞術大王如此說 你所依靠的 有什麼可葬賴的呢 你說 有打仗的計謀和能力 我看不過是虛話 你到底依靠誰才背叛我呢 尤大以前 打過很多聖仗 尤大國 但他們 亞術現在看來看去 你已經全 全軍覆沒 這個 以色列只剩下一個城 你還打什麼呢 看啊 你們所依靠的埃及 是那壓傷的偉杖 真的是 他前面幾章在嘲笑埃及 你幹嘛去找埃及 真的也是事情 到了就是這樣 埃及沒有來幫忙 你靠 靠埃及 人若靠這杖 就必刺透他的手 你不能 他撐不住你的 埃及王法老 向一切依靠他的人 也是這樣 所以你找埃及 找這個世界的王 他怎麼能幫你呢 你若對我說 他們說我們依靠耶和華 我們的上帝 西西加他們 當然這個亞術王 實者搞不清楚 他們的狀況 西西加 喜不是將上帝的秋壇 和祭壇廢去 其實沒有他 他廢的是其他的假神的祭壇 可是對亞術王來說 他搞不清楚 且對尤大和耶路撒冷的說 你們當在這壇前敬拜嗎 現在他說 好吧 你靠耶和華 算了吧 現在你把當頭 給我主亞術王 我給你兩千匹馬 看你這一面騎馬的人 夠不夠 那真的是很吹牛 吹牛皮 甚至吹到 吳可惠家 都說你要不然 給我一點抵押 我借你兩千匹馬 然後看看有沒有人 能騎馬的 如果你連兩千個馬兵 你都找不到 你怎麼能 你怎麼能打敗我主 臣仆中最小的軍長呢 你竟倚靠埃及的戰車馬兵嗎 現在我上來攻擊毀滅這地 豈沒有耶和華的意思嗎 說實在也有一點 這個 這個亞術 這個敵人 他竟然也會 使用一下這個耶和華的旨意 其實有嘛 對吧 這個 若不是約拿 也不會有今天的亞術 那若不是主的旨意 來 教訓 來管教尤大 來管教西西家 當然也不會有這事情 所以 他當然是 再來他就說假話 耶和華吩咐我說 你上去攻擊毀滅這地 他當然沒有聽到主的話 只是他用這個來 善喚 以色列的軍心 以利亞進射伯那 約約亞 對拉伯沙基說 求你用亞蘭言語和仆人說話 因為我們懂得 不要用猶大言語和我們說話 達到城上百姓的耳中 對吧 他會動搖整個軍心 動搖民心 呃 拉伯沙基說 我主拆遣我來 其實單對你和你的主說這些話嗎 不也是這些坐在城上 要與你們一同吃自己糞 喝自己尿的人說嗎 所以就嘲笑他們 你們已經沒東西吃了 被我們圍城了 你吃什麼喝什麼 就是吃糞喝尿 你還不投降嗎 於是拉伯沙基站著 用猶大言語大聲喊著說 你們當聽亞蘇大王的話 真的是很會吹牛 王如此說 你們不要被西西家氣哄了 因他不能救你們 也不要聽西西家 他使你們依靠耶和華說 耶和華必要拯救我們 這城必不交在一些亞蘇王的手中 不要聽西西家的話 因亞蘇王如此說 你們要與我和好 出來投降我 個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樹 和無花果樹的果子 和自己井裡的水 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 與你們本地一樣 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 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 所以這個也是當時很慣用的戰略 把你騙出來 那你跟我和好 會有好日子過的 你別跟我打了 我一定讓你過好 其實怎麼可能 你去那邊當奴隸的 吃什麼自己的果子 那是你被掳的人 就是只有當奴隸的份 那你們要警方 恐怕西西家勸到你們說 耶和華必拯救我們 列國的神有哪一個 拯救他本國 脫離亞蘇王的手呢 哈馬和亞爾巴的神在哪裡呢 西法瓦因的神在哪裡呢 他們拯救撒馬利亞 脫離我的手嗎 他把他北國撒馬利亞 再提出來了 這些國的神 有誰拯救自己的國 脫離我的手呢 難道耶和華能救耶路撒冷 脫離我的手嗎 所以這個亞蘇的使臣 他當然不懂 耶和華是獨一無二 真正的神 其他神都是假神 他把耶和華來做 與神其他的神相比 這一句話呢 害到他自己 就是因為這句話 主耶和華自己出面 以後下面幾章會看到 二十一節 百姓靜默不言 並不回答一句 因為王臣吩咐說 不要回答他 當下西勒家的兒子 加仔和伊利亞金 和書記赦伯娜 並雅撒的兒子 史冠約雅 都撕裂衣服 來到西西家那裡 將拉伯沙基的話 告訴了他 這一切的事件都發生了 就在考驗西西家的信心 因為我們是因性称义的 西西家在這之前 做了一些很好的 清理假神的這個舉動 可是真的是出於信心嗎 他被考驗 我們也是如此 當你的環境跟主說的話不同 主說你不要靠埃及 要靠我 然後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還相信他嗎 那當然下面一章 我們看到西西家這個時候 他是有信心的 他的信心開始了 那這個整個就約到新約 都是如此 我們因性誠义 我們因性得救 不靠別的勢力 不靠才能 不靠別的方法 我們唯獨靠主耶穌 就是以信心來到主面前 所以這三四六章呢 就是對百姓 對西西家所有人的考驗 我們今天也是如此 主管教我們 也考驗我們的信心 在這讓我們碰到的困難裡面 來單單仰望他 在這過程裡面 我相信每個弟兄姐妹 在這一次的瘟疫裡面 都有許多的不方便 原來的計畫被打亂 原來的人生被 真的是搞亂 大學要上大學的 畢業的 找工作的 這個原有的旅行的計畫 原有的 所有人生的安排 通通打亂 但我們就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來安息 來信靠主 這是我們的考驗 這是對我們信心的考驗 所以我們在這過程裡 我們感恩 我們一起在這裡 讀主的話 在等候他的拯救 好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我們要憑信心來到你面前 今天外面環境雖然不好 主世界正在動亂 主這個瘟疫仍然肆虐 但主你保守我們的信心 主你使我們單單堅定信靠你 主我們實在不能用我們的善行來換 主是因為我除去假神 我就一定得你的喜悅 主我們要用信心來接近你 主我們謝謝你把 為難 困難 環境 興起在我們周圍 主使我們重新調整思想 我們人生的重點 重新rearrange我們的priority 謝謝主你 藉著環境這一切都在教導我們 也用你的話對我們說話 祷告奉耶穌的名 阿們 好 我們今天到這裡 我們明天見